好,大家好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怎样快速提高太义拳的水平 太义拳呢 欲速而不达 前面呢 要以基础为主 要循序渐进 那怎样去理解呢 就是你把你的时间 都用到练习基本功 练习它的规律 这个方式是正确的 基本功到身体 练到身体里边了 你的身体呢 就有太义拳这个规律 在身上了 这样的话呢 它才会融会贯通 才会呢 举一反三 这是个正确的 快速提高的方法 而不是说 我今天学一个套路 明天学一个套路 我套路学会了 我的功力就练成了 没有那样 前期还是要 学得越扎实越好 还是要分几个步骤 一 装功 通过这种装功的练习呢 快速地增加你腿部的力量 二 禅师功 你能掌握它的螺旋 缠绕 它的运行 轨迹 通过这两种 你就能 让你 让你的水平 很快 有一个提高 圣试太极 陪你一起 练太极 记得点击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